李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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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妍就是一個 一開始會覺得說她是一個蠻帥真的人 但到後來發現去支撐她 每一個行為跟選擇背後的動機 也許是因為她有一個很強大的信念 所以才可以讓她這麼堅強吧 我們應該都是屬於比較積極的人 就是有的人在面對困境或者是面對一個恐懼的時候 會選擇想要逃避 可是我們兩個應該都是會選擇去直面這份恐懼的人 因為你現在逃避之後可能還要再來面對一次 有一次我們在拍急救的戲吧 然後最後我的那個狀態其實是可能蠻無力的 然後雖然已經卡了拍完了檢查檔案了 但是走出那個病房的時候 我整個人都還是在發抖 然後就是 莫名的就開始流眼淚 然後導演看到就拍拍我 你是不是早知道要公園嗎 我可不可以再一批側離你 那是沒有決定權嗎 你怎麼都只想到你自己啊 你沒那麼偉大 你們都不會覺得不甘心嗎 爸爸 那等病人好了之後再可以離開啊 等我當你找個抓條件 我可以共進去 你不用了 我的想法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